新冠病毒 經常有人說新冠病毒只是流感病毒 跟雙方感冒差不多 根本沒有必要做防疫措施 亦更加無需冒險去打疫苗 這件事是非常錯的 今天我們講幾點 新冠病毒和流感和一般呼吸系統病毒有什麼分別 其實冠狀病毒這件事 我們在上世紀60年代已經知道有它的存在 它一般會引起一些 譬如雙風感冒等 偶爾會引起一些肺炎 但大部份來說都是一些輕微的感染 估計每個冬天大概有20%的呼吸系統感染 都是這些冠狀病毒引起的 這個新冠狀病毒也是冠狀病毒的一種 所以很多人都會說 應該這些都不太嚴重 你看看感染的人都 雖然說很多 但大部份都好得了 第一件事大家要知道的 就是這個新冠病毒 在院舍 例如一些老人院 引起的死亡率是相當相當之高的 高到有些院舍可以在40%的老人家感染之後 就會死亡 這件事和流感爆發的情況相當不同 一般來說在院舍裡面 每年 例如冬季流感季節的時候 老人院裡面都會有機會爆發這些流感 死亡的數字一般都是10% 就是差4倍 所以這個新冠病毒 對於一些高危的族群的危險性是相當相當之高的 和一般的呼吸系統病毒是不同的 第二件事就是這個新冠病毒 居然可以在夏天或者熱的地方 都仍然引起大爆發的 而一般的呼吸系統病毒和流感病毒 只是在冬季的時候才會爆發 例如我們自己診所計算 例如我們要買定那些流感的快速測試劑 或者那些特敏福 以及流感的藥物 一般都是在冬天之前我們才會買的 夏天絕對不會入貨的 因為個案會少很多 因為一個病毒一年四季都可以大爆發 和一個病毒只是在冬天大爆發 對於人類的影響可以相差非常之巨大 第三當然就是新冠病毒可以引起一些非常危險和麻煩的問題 其中就包括多系統發炎中和症 這些叫MIS Multi-System Infirmatory Syndrome 這些問題的原理就是 新冠病毒感染了某些人身上 會引發一些非常大的細胞因子風暴 即是說免疫系統自己打自己 破壞了血管內壁的細胞 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重要器官都有血管 當這個血管內壁的細胞受破壞之後 各個重要器官 肝、神、心等都可以受影響 亦都可以引起一些 比如中風、血塊形成等嚴重問題 而最近亦都有證據顯示 新冠病毒感染了某部分人身上 引起一些我們叫Toxic Sock Syndrome Toxic Sock Syndrome 基本上就是不知為何 感染了這些病毒之後 那些人的血管就會擴張 令到血壓大幅降低 血壓降低的話 重要器官就得不到足夠的血液和養分供應 這些情況就算你怎樣用這些靜默注射 輸血用強心劑都不能夠逆轉的情況 所以死亡率是相當之高的 亦都有些證據顯示 在某些人身上 尤其是一些男性 因為新冠病毒在男性死亡率高一些 那就是說有部分男性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後 免疫系統就受到抑壓 就完全不會造出一些任何防衛的反應 就是說在這些人身上 新冠病毒有少許像愛滋病病毒這樣 他就將免疫系統的小鈴鐺 就把病毒感染了 即是說off了 變成病毒感染了這些人 就長驅直入 為所欲為 就可以引起很嚴重的後果 可以說這些情況 雖然不是說很普遍 但是在流感病毒身上 其他呼吸系統病毒身上 是完全見不到有這些情況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新冠病毒絕對不是等於普通的呼吸系統病毒 也不是等於流感病毒 它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所以大家一定不可以掉以輕心 可以的話 儘量先打了疫苗 打了底線 未必完全擋得住 這些新的Delta病毒的感染 但是因為你打了疫苗 你身體的重要器官 比如肺 就已經得到足夠的保護了 就算你感染了病毒 也是輕症 病毒要走入你的肺炎 基本上的風險就會大幅降低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請你們留言、點贊、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請看 按摩 準備 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